辛苦苦想出来的公式 一下子就被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把公式隐藏起来 两个部分 如何保护资料 如何保护你想出来的公式 好 第一个我想你们要先做什么事呢 先确定一件事 这个范围按右键一下 先把它选起来 储存格格式 先看一下 储存格式里面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在最右边有个保护 保护的地方 请各位怎么样 把它锁定起来 预设值应该是全部都没有锁定 不过我印象中在2003的版 以前的版本刚好颠倒 好像预设就全部锁定了 所以如果你要保护 特别是要只有当工作表书的保护 这个锁定跟隐藏 隐藏的话只是什么 隐藏公式 所以第一个保护资料 保护资料就锁定 第二个是隐藏 如果隐藏打勾的话 那你再到什么 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这样子呢 做完就可以保护资料 也可以保护你的公式 按确定 OK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范围有保护 好 再来什么 再到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按下去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直接按确定的话 他就会保护 不过我建议这个地方要输入密码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没有输入密码 对不对 你下一次呢 人家按一个取消 他就取消了 但是如果你有加上什么 加上密码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再要求再一次 你要让他取消保护 他一定要有密码 也就是要知道密码的人才可以 如果不知道密码随便输入的话 他会出现什么 密码不符 按确定还是没办法取消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建议是要加上密码 那我们来试一下 游标这个时候放在这里的话 第一个上面的公式就消失了 有没有不见了 对不对 OK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呢 要更改输入5 他会出现什么 您的变更已经被保 无法变更了 OK 那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其他没有保护的 这边输入5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也就只有这里 是没有办法变更 其他都可以变更 OK 大概就这样子 那其他的话 但是会有个问题 你如果取消 之前有同学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说 他取消的时候 他都忘记密码了 比如说他怎么输入都不对 怎么办呢 他就问我该怎么办 其实 我也没有办法 是真的 因为密码是你设的 当然有那种破解程式啦 不过那都是一些旁门左道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加了保护 的上去之后的话 那只有你知道密码 其他人也不知道了 不过后来有个同学 他蛮好心的 就是说他遇到这个状况之后 他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传到云端上 再下载下来 他发现 这个密码保护就消失了 就是刚刚做的这个保护工作表 就是你传上去 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再下载下来 刚刚的保护就不见了 他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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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这次我做的就是 高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